很多人在講這個案子的時候 會使用聰明反背聰明誤 感覺起來設了斷點 但好像都沒有斷得很乾淨 好像有設斷點 可是又好像沒斷乾淨 謝宏年他不是在2023年6月 辭職了離職董監事 對不對 辭職餐益開發董監事 結果他8月去主持這個環評 對不對 主持這個環評 我們要質疑專業 可不可以跟他講 他的結論是建議 無需進行第二階段環評 他做出來是有利於 這個開發商的行為嗎 他們在6月離職董監事 8月去主持會議 做出了一個有利於 開發商的決定嘛 對不對 他們以為是斷點對不對 為什麼我覺得很傻 因為公司網隨便查 離職這都有啊 這是公開資訊耶 一階段環評就是謝宏年 處理的這一條 過關了 我不只過關 我還建議你跳過二階段 一旦進入到二階段 你要書面公告 你要刊登新聞 至少三天 你要上網公告三十天 你還要找一個適當的地點 陳列相關機 相關資料三十天 開弄完之後 你要召開說明會 召開說明會 在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往後進審議 以這個案子來說 出審審四次對不對 一年半載過去算運氣好 審議失敗 但是整個案子沒有 所以大家看這個案子 尤其是董環明 在推都更的一些建商朋友們 我的認識的一些朋友 兩行淚流下來 要移民新竹了 為什麼講移民 因為他法律跟我們不一樣 這麼肉咖也想單挑我 所以我真的看 幾個論點 也不要說我曲解他的意思 第一個他們論點是說 新竹市所有百分之百地主同意的 都根案平均是一到兩年 這他的第一個論點 第二個論點 不要嫌我們新竹快 台北市有150專案 板橋有二十一天 有通過的 第三個論點 高宏安沒能力 也沒有來主持社會 主持會議也不懂 一個一個來打臉 你講了九件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舉出新竹市 任何一件跟這一樣快的 沒有嘛 所以對於整個案子來說 你不要跟我查平均嘛 你數學我也覺得很爛耶 我數學學到現在 我沒有看到平均是一到二的 嗯 你考試平均寫一到二 老師把你打死 你好歹寫1.7 2.1 什麼叫平均是一到二 這種能力的人 跟我說當秘書長 我很懷疑國小有沒有畢業 今天這個案子最大問題是 你高宏安又住建商 開發關係人的豪宅 又幫建商加速嘛 所以你秘書長講了那麼多 請問你有沒有解釋 林美滿跟高宏安的關係 沒有 所以秘書長這三個論點 都很糟糕嘛 可是我看了我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盡力了嘛 看到這個秘書長 為了幫高宏安證明他的清白 包括強調高宏安 不知道 不明白 連他沒有能力 這句話都講出來了 好請教他正好 因為昨天記者會感覺起來 一定要單挑你的感覺 對 好昨天張志祥特別強調說 市長高宏安上任到現在 沒有核定任何新的自辦重劃案 那高宏安在半夜的時候 也自己PO文說 今天市府議級主管也明確說 宏安上任之後 並沒有主持都更會議 通通都沒有 沒有主持他都不曉得 不曉得嗎 這麼肉咖還想單挑我 不是我昨天真的因為他單挑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看 幾個論點 也不要說我曲解他的意思 第一個他們論點是說 新竹市所有百分之百 地主同意的都更案平均是一到兩年 這他的第一個論點 第二個論點 不要嫌我們新竹快 台北市有一五零專案 板橋有二十一天 有通過的 第三個論點 高宏安沒能力 也沒有來主持社會 主持會議也不懂 我算是很持平的 一個一個來打臉 第一個新竹市總共由地主百分之百 同意都更案 就是九件 他自己講的 九件他說平均是一到兩年 我就問個大哉問 為什麼我是兩年你是一年 對 差一年差一年金流 英國路還十一個月而已 對啊 我認真算是十一個月 二十四天 我算你一年 寡婦樓一年兩個月 寡婦樓我先不談 現在不要搞混 現在講的是新竹市東區的都更案 這在我的地裡面 叫做集英宿都更 昨天這個 市鄭米蘇老師針對這個回應 我就質疑你 一 為什麼別人一年 你這個案子兩年 第一件事 二 你講了九件對不對 你有沒有舉出新竹市任何一件跟這一樣快的 沒有嘛 我的文章昨天是不是有拿出一塊地 比這個案子持份更單純 只有一個人 土地更小 花兩年嘛 對不對 所以對於整個案子來說 你不要跟我查平均嘛 你數學我也覺得很爛 我數學學到現在 我沒有看過平均是一到二的 你考試平均寫一到二的老師把你打死 你好歹寫一點七 二點一 什麼叫平均是一到二 這種能力的人跟我說當秘書長 我很懷疑國小有沒有畢業 對不對 我這次算是很重要 我沒有人身攻擊吧 對不對 以後平均數 那這樣我跟他考試都一百分 其實平均多少 他怕零到兩千 不用算 零到兩千 任局會不會有點太快了 盡量寫零到兩億 還還平均 對不對 就真的 它裡面就有貓膩嘛 因為這個案子就是一年 其他案子就是兩年 所以才講平均一到兩年 好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喔 你要解決這個案 你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找很多獨更案嘛 你看 都是這個幾個月的 都是十一個月 我們這個沒有特別快 那沒有特別快就不是特例 不是特例就沒有土例 找不出來 拉台北跟新北來救援 拉不出新竹來救援 新竹的案子 說台北有150專案 搬槍有21天的 吼吼吼吼 秘書長說你有弊案 張志祥說你的板橋有弊案 21天太厲害了 怎麼可能21天 我跟你講 我先講台北 台北150專案 是講完一個計畫目標 從來沒有達成過 板橋確實喔 南亞夜市遠雄都 跟他21天喔 對 可是問題是 這個是比較特例吧 不是不是 我問個最簡單的基本事實 侯友宜今天有沒有住 趙騰兄的豪宅 住了侯友宜就下課了嘛 這個還沒被砸到 不要講說侯友宜住 趙騰兄的豪宅 對 你只要被黃國昌誰誰誰 看到侯友宜跟趙騰兄吃過一頓飯 吃好一點就土力了嘛 對 今天這個案子最大問題是 你高鴻安又住建商開發關係人的豪宅 又幫建商加速嘛 所以你秘書長講那麼多 請問你有沒有解釋林美滿跟高鴻安的關係 沒有 第三件事他剛剛講 高鴻安沒能力也不懂怎麼主持會議 你秘書長要扛你要確定 這個案子如果有問題 不是高鴻安那是你秘書長跟建商的關係 扛得住嗎 小杜主任都扛不住 對不對 因為這案子已經顯然明顯有加速 有圖利了嘛 那到底是誰下指令嘛 誰奉命批可 那個命是誰嘛 好你說高鴻安沒能力 也沒專業 那就是你秘書長的問題喔 你秘書長是地政專業喔 當過兩個直轄市的地政局局長喔 所以意思是不是高鴻安批 就是這個秘書長批喔 那就你啦 還是蔡立青 對不對 沒了嘛 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嘛 但重點是你有PO出一個觀映啊 那個上面不就是高鴻安邓鷹 第一件事你就算要幫高鴻安切割 你要確定了 你一輩子當公務人員 你扛得住這條嗎 先壓兩個月再說 對不對 壓人取貢嘛 扛得住嗎 這一塊 第二塊 你要怎麼切割 柯文哲說什麼 屬下貪污長官不可能不知道 今天住豪宅的是高鴻安 坐豪車的是高鴻安 核定公文上面蓋的是高鴻安 你高鴻安跟我講不知道 你先過柯文哲在關嘛 還是先過黃國昌在關 黃國昌每次連來連去連來連去 最後一定可以連到民進黨 對不對 他說一定要知道 所以秘書長這三個論點都很糟糕嘛 可是我看了我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盡力了嘛 他盡力了 就是這麼 所以是被拉出來當子彈了嗎 就是這麼離譜的案子 現在新竹我知道大家有點疑惑 我就簡單講新竹就是兩個案子 新竹是都庚的那個案子 就是東區民主段都庚案 叫做極因素都庚 晚一點討論寡婦樓都庚案 叫做極因素環評 總統編制言論總之 到高鴻安身上 劍昌都變極因素了嘛 好 所以因為在剛剛一個最新消息 逐漸已經證實了 整個案子已經進入了他自然調查 那麼在抽絲撥結的情況之下呢 現在已經被質疑有三件 都庚案通過的速度飛快喔 好 其中兩件呢 是你找出來的 不是吳徵 對不對 好 但重點來了 請教他證號 其實案子看起來複雜 但是背後呢 很綿密的蜘蛛網 都是指向同一家的建商 那其實只是交叉持股 換來換去而已 那為什麼要有那麼樣多的子公司 換來換去掉來掉去 做不一樣的開發案呢 我覺得很多人在留 講這個案子的時候 會使用聰明反背聰明物 感覺起來射了斷點 但好像都沒有斷得很乾淨 好像有射斷點可是又好像沒斷乾淨 我 不是因為我其實查之後 我都查一下下 就是 沒有花多少時間 我算是在鹹魚 就是我查到線頭都很快 只是花比較多的時間 我要把它整理成 大家可以簡單閱讀的文字跟資訊 我大概 因為他們太綿密了嘛 就是我剛剛講的 裁判 求證 旁證 球員 觀眾 全部他們的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很簡單 我隨便抓一個就中啊 每抓一個都中 我中完之後再交叉比例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沒有這麼難 那他們的小聰明都在什麼 譬如說我就以這個謝宏年來說好了 謝宏年呢 他不是在2023年6月 辭了離職董監事嘛 對不對 辭了倉意開發董監事 結果他8月去主持這個環評嘛 對不對 主持這個環評 我們要質疑專業 可不可以跟他講喔 他的結論是建議無需進行 第二階段環評 我等一下講 不用做第二階段差多少 我只是說 他做出來是有利於 這個開發商的行為嗎 他們在6月離職董監事 8月去主持會議 做出了一個有利於開發商的決定嘛 對不對 他們以為是斷點對不對 為什麼我覺得很傻 因為公司網隨便查離職這都有啊 這是公開資訊耶 很多人以為我有生猴囉 沒有 我就是每天酒醒之後 早點時間 打一打打一打 沒有這麼難耶 但重點是你剛剛說啊 跳過二階段的環評 直奔本壘的環評大會 到底差距有多少呢 我先講他們的斷點 都像小朋友 因為他一路列嘛 2020年7月 你就已經擔任了裡面的這個董事什麼東西嘛 這都是太太太基本了 好 那跳過二階段環評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環評是這樣的 剛剛我一下意思說 沒有啊 現在環評沒有結束 對 整個環評是一階段環評 二階段環評跟環評大會 我把這次講清楚 一階段環評就是謝宏年處理的這條 過關了 我不只過關 我還建議你跳過二階段 一旦進入到二階段 你要書面公告 你要刊登新聞 至少三天 你要上網公告三十天 你還要找一個適當的地點 陳列相關相關資料三十天 開弄完之後 你要召開說明會 召開說明會 在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往後進審議 進審議再一次審議 兩次審議 三次審議 四次審議 以這個案子來說 初審審四次對不對 哇 這個一年半載就過去了 對啊 一年半載過去算運氣好 你剛剛拚到好幾個三十天 四十五天 你審議失敗是整個案子沒有 過關就花好幾年 那為什麼他會說 這個案子建議 已經通過了環境評估 已經有一些資訊了 無需接應 第二階段環評 我沒有說裡面有不專業的 我都尊重 我只要跟他講 你跳過這個 對他們審多少 進環評大會 環評大會 原則這樣 有一點像立法院的三讀 有一點點那個味道 就是說 因為你一審二審都審的非常仔細 他們那會議就厚厚一點 我昨天看了非常非常久 他連里長的建議 居民你願意 你可以去參加 居民的這個建議 全部到納入 所以一審二審審的非常細 所以除非有特別爭議 否則進環評大會就是過關了 或是單獨把那個爭議在環評大會來討論 所以大家看這個案子 尤其是董環評在推都更的一些建商朋友們 我的認識的一些朋友 兩行淚流下來 要移民新竹了 為什麼講移民 因為他法律跟我們不一樣